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现了我们想要学习的功能 那它又在哪呢 在这种局面下似乎让我们显得一筹莫展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能有一个聊天机器人 他非常熟悉整个代码的结构 以及实现的细节 能够通过问答的形式给到我们一些帮助 那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期视频来分享 如何利用Lanchion框架 与OpenEI的模型 实现一个基于GitHub代码仓库的聊天机器人 这样我们就能训练一个机器人 让他去学习了解整个代码仓库 那么用户就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 来探索整个代码仓库的情况 比如这个代码仓库的实现是做的一个什么产品 它的功能有哪些 它相应的实现的类 某一个功能的是由哪个类或哪个函数实现的 我们尝试能够构建这么一个聊天机器人 来帮助我们快速的学习代码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这个Python Notebook Lanchion Chat GitHub 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不同的项量存储产品 叫Deep Lake 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到Deep Lake的官方网站 来了解一下它的技术细节 这是一个数据壶 Data Lake 它的特点是为我们提供了多模态的向量存储 那么什么是多模态呢 Multi-Model VectorStore 同学们可以下来搜索一些相关的文档来了解 这里呢我们不展开介绍 从功能上来讲 它为我们提供了Embedding的存储 还有它们的原数据 包括了文本 Json图片 视频 音频等等 众多的数据 同时提供了多种的查询接口 那么我们怎么使用它呢 就通过Python Notebook当中 我们的实力代码来演示 当然要使用它 首先我们得有一个API Key 这个API Key呢 在官方网站上的app.activeloop.ai上面注册 可以使用Google或者Github账号注册 注册成功以后呢 像我右上角这里 我的右上角就会有个API Token 在这里就可以创建自己的Token 创建成功以后呢就可以使用它了 这个API Token会在代码中用到 同学们创建好以后呢 在这里拷费就可以使用 那回到我们Python Notebook 从理论上或从道理上讲呢 Data Lake Data Lake和Chroma Python Chrome有非常类似的使用方式 那后面我们马上会看到 因此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做一些安装 包的安装 Python包 我们会用到Lancher 会用到Deep Lake OpenAI 还需要TikToken TikToken用于进行向量化的数据的转换 也就是文本向Token的转换 所以这里呢 我们需要安装这些包 我已经在这里安装了 所以跳过这一步 同学们呢 按需要去操作一下 接下来呢 就是引入一些必要的类和函数 我们这里呢 会引入OpenAI Embedding 这个是我们所使用的 Embedding的方法 我们利用的是OpenAI的Embedding API 另外一个重要的类就是Deep Lake 这是我们向量存储所使用的组件 接下来设置两个环境变量 一个是OpenAI的API Key 一个是ActiveLoopToken 第一个API Key呢 是为OpenAI所用 第二个呢 是Deep Lake会用到的 接下来呢 实力化一个OpenAI Embedding的实力 这个实力呢 或者变量呢 是我们用来做Embedding的生成 接下来就需要一份代码仓库 我们在这里呢 就以Chroma这个项量存储项目为例 我们将其克隆下来 这里我已经克隆了 克隆下来以后就可以为数据的索引做准备 也就是项量化 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这个在之前的分享中 视频分享中也有过介绍 我们将这个文件夹中所有的文件 当然Chroma代码仓库里面包含文档文件 代码文件 所有的文件 会通过这个便利的方式 将其一个一个的加载 当然在这加载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是Text Loader 我们以文本的形式加载 加载了以后得到了一个文档的宿主 Dox 这个宿主呢 我们会对它做一下拆分 切块 因为每一个文件的大小不一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不切块的话会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文件过大导致这个Token超出这个Limit 这个限制 我们自己切块呢 按照了1000的大小做切块 另外这个Overlap设置为0 我们这个每个块的前后块之间的首尾 我们期望的重叠和冗余是0 这样呢 对文档进去切块以后就得到了切块后的文档 我们会看到这里切块后呢 是965个这些代码呢 我们可以再执行一下 大家来看看效果 克隆这个命令我就不再执行了 我已经克隆出来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执行一下这部分 会对这个 所有的文件数据进行处理 处理完成以后呢 会在这里切块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一共有多少个文档 文档是411个 这是从这个代码仓库的目录中加载 那经过这里的切分以后呢 我们会来看一看这里一共有多少个 变量是text 这样一共切成了965个文档 这样呢就能够确保 在API调用 open-end API调用的时候 不会出现token超出了限制的这个问题 当然在这里切分的时候呢 会出现部分的块 是超过了指定的1000的尺寸要求 这是因为这个我们所使用的 character text splader的机制导致的 当然这是一个warning 只要我们觉得这些超限的大小能够接受 就没有问题 可以继续向后使用 想解决呢 我们可以将其改成其他的text splader 来强制要求它的块大小 在我们指定的参数的限制范围之内 那现在就可以进行 数据的向量化 并将它存储到deep lake 在这里呢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参数是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是我们在deep lake 官网上注册的时候的指定的用户名 我这里呢用的是自己指定的 wyang14这个用户名 在这里呢会将这个数据集 存放到一个目录中 或者你需要指定一个路径 这个就是数据集的路径 它的格式就是用户名斜杠 后面带一个数据集的名字 我们就叫它我已经有了这个chroma这个数据集 那我们再换一个 比如说叫chroma source 这样我们就会有另一个数据集集出现 我们运行一下 在这里呢代码中会只通过这个deep lake的实例 然后添加文档 就是调用add documents 这个地方会花一些时间 因为它会去做这个embedding的生成 然后再将这些数据呢 通过api调用存储到deep lake 我们先将它执行一会儿 它会略要花一些时间 在这里 我们计算一下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基于deep lake数据集的问答qa 首先呢需要一个deep lake实例 上面已经直线完了 文档都加载 放到了数据集里 我们通过左边这个点击会看到 就会有两个数据集 一个是chroma 一个是chroma source chroma source是我刚刚创建的 在这里呢 我们再看一个参数 是在 这里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deep lake 有一个参数public 设为tru 表示这个数据集是公开可见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如果有一些隐私的数据呢 需要考虑这个参数的正确设置 这是我们将数据存储到deep lake 接下来呢 就可以基于deep lake来做一些问答 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指定数据集的路径 刚才我们呢 是放到了chroma source 那就指定chroma source 这个数据集的路径 我们是一个 创建一个止读的 数据存储变量 同时用相同的embedding函数 就是我们刚才创建 openai embedding 原因在于这里 我们需要使用同样的embedding的 编码和解码 encode和decode 如果我们使用的不同的实现呢 至少要确保这个编码 是使用的相同的 否则就会有解码错误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实力化 一个deep lake变量 这个db 这个呢 我们是重新从这个数据集当中 出色化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也支持这个数据集 通过这个visualize函数 来可视化 那我们这里就不做这个操作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调用一下 看看它究竟是如何显示的 那接下来呢 就要获取 基于这个db 数据存储 来获取一个lantern的 retriever 也就是获取器读取器 在这里呢 我们先执行一下 这其中需要指定一系列参数 几个核心参数 就是我们现在指定的这几个 这个距离的指标 或者是metric 使用的是cos 也就是cos 有几种多种的选项可使用 这个就与chrome和pycone 非常的类似 那么fetchkey和key 这两个参数的意思是什么呢 fetchkey表示 在查询的时候 我们取多少条记录 来进行mmr的计算 我们简单的可以认为 mmr的计算呢 就是计算 与目标数据最 或者是与某一个项量 最近相关性最高的 记录 在这个查询过程中 我们需要预先取多少条数据出来 因为我不可能每次都从这个项量存储中 将所有数据全部取出来 然后去做相私信的计算 这样的话计算量太过庞大 当然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将这个参数设得非常大 甚至是整个数据集的记录核 都可以做尝试 看看究竟它的性能和这个功能上是否有问题 这里呢我们选了100条 那么key呢表示 在这次查询中返回的记录数 也就是相似性或相关性最大的项量返回10个 mmr刚才我们介绍就是这个maximum marginal relevance 接下来呢就是来做一个QA的问答链 我们这个地方呢使用的是 我们就不使用GPT4 因为我这里呢没有GPT4的访问 我还没有去购买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使用GPT3.5 通过演示 作为演示呢这里应该是够用了 我们首先要创建或实力化一个Chart OpenAI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一个大元模型 使用的是GPT3.5 Turbo 这个模型呢就被用来创建一个绘画的链 这个绘画链呢就可以做问答 那我们就实力化了个QA变量 我们用的模型呢就是刚才实力化这个GPT3.5 Turbo模型 数据的获取器呢是使用的刚才这个DeepLake 基于DeepLake的获取器这个Retriever 那这个QA链的工作原因是什么呢 它就会基于这个GPT3.5 Turbo这个模型 去做问答 问答的输入的语料呢就来自于这个Retriever 那Triple就通过DeepLake去查询相关性最高的十条记录 返回 那大元模型呢就基于这些十条记录作为输入 做总结 做语料的处理 并返回一个自然语言的答案给我们 这就是QA的工作原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看 我们来问两个问题 第一Chroma做什么 第二呢如何使用Chroma 我们来执行一下 在这个地方提问非常简单 就用刚才我们实力化的QA这个编辑进行调用 我们调用的时候呢提供问题Question 同时呢给它一个ChatHitry数组 这个数组呢会存储所有的聊天记录 我们会看到在问答的过程中 它给我们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Chroma做什么 它告诉我们Chroma是开源的embedding数据库 等等等等 这个呢应该就是从呃代码仓库的文档中学习到的 同时它也介绍了Chroma使用了sentence transformers 来embed 为我们创建这个embedding 我们也可以使用opennl embedding 看起来这个介绍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如何使用呢 这里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使用方式 可以安装然后启动导入 然后使用python 也可以使用javascript 这都是应该是从文档中获取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问更多的问题 我们这里先来定义一个函数 提问的函数 接受一个参数是问题 那么也可以传入一个聊天记录宿主 这个宿主呢会被我们这个地方问答的时候去使用 不断地将聊天记录追加其中 在这里我们会打印出问题和响应的answer 我们只需要answer 因为这个response当中出的answer 还有其他一些参数 或者一些数据 我们这里呢暂时不显示 那我们现在就来问一些问题 第一方 第一个问题我想了解chroma的实现的语言 主要用的是什么 我们会看到这一期是已经答应出来了 我们可以再执行一下 这些答案呢 都是从代码商户的学习中获取的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这个编程语言是什么 用了两种python javascript或typescript chroma backend后端呢 是使用的python 前端和客户端的开发包呢 使用的是javascript typescript 看起来是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还想让它给我更多的一些 chroma技术细节上的东西 比如让它总结一下存储部分 看看它能够怎么回答我 看看这个chroma的代码仓库的学习 它能到什么程度 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告诉我们 存储的是embedding 允许我们搜索最近的邻居 而不是通过字符串的匹配来查询 比如像传统数据库内 默认的是使用你的sentence transformers 还有coverembedding 或者还可以使用我们自己定义的embedding的功能或接口 chroma可以再使用内存的模式 也可以持久化 当然还可以使用一个客户端服务端的模式 看起来这个问题回答的并不是百分之百令我满意 不确定是我的问题问的不是特别的合适 而且它其实并不能够很好的分析代码 我觉得它这样分析代码可能还会略有一些难度 不要紧我们继续来尝试问更多问题 既然它刚才提到了sentence transformers 我来问问它 关于sentence transformers的更多的细节 那我就通俗的用自然语言 我希望它告诉我更多关于transformers 介绍来讲呢 sentence transformers是一种embedding函数 用来将数据转换成向量 数据包括了文字图片视频 转换一些类的数字 一些number 可以被机器学习的模型所了解或学习 能够机器学习模型学习 模型能够明白的这些数字 这就是我们所常数的相量 也允许我们使用其他一些embedding 这个看起来还挺类似 跟刚才几个问题 最后一部分它给到我们一些更多的信息 the package code for central embed function can be found context above context above context在哪里 就是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些嘛 好吧 那我暂时饶过它 我继续提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一些如何使用chroma的实力代码 或许这个问题呢 也是能够通过文档获得的 因为文档中应该也会有一些实力代码的文档介绍 那么看看它这里能够从哪里得到 这里呢它要给到我们一些实力代码 除了这个使用的实力代码呢 还有一些介绍 代码 在例子当中创建chroma的客户.client 然后重置了它确保它是空的 等等 同时最后它去获取了文档的embedding doc1 id是doc1 那这个呢它应该也是理解了整个原代码 也就是这段实力代码 所以给到我们这种语义化的回答 还是不错的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些更加就是 在代码层面的东西 比如chroma的查询接口是python的哪个类 实现的 因为我知道了chroma可以做这个查询 那么查询会有查询的类或者函数 如果是类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接口 那它告诉我在这里 python类是chromadb.client 也就是在这个包里面的client类 看起来还不错 那我尝试问它一下 在这client类上有哪些公开可访问的函数 在这里呢 应该它也能 至少它能够从文档中也能学习到一些 我们会看到它告诉我们 有下面这些函数 create collection get collection等等 每一个的返回值也有所介绍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对于我们学习一些开源项目的时候 还是非常有帮助 当我们知道了一些接口的时候 希望去了解它的实现的 类有哪些 当然在一些集成开发环境中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 通过工具提供的一些命令 或者是功能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但如果能有这种语音化的交互场景呢 会显得更加的方便 另外一个问题我特别想了解 就是Chroma 它是怎么做的底层的存储 既然它有相当数据 那相当数据它是怎么存 它有自己的实现吗 还是使用了别的底层的数据库 我就问了它 它的underline database是什么 在这里它高了数我 使用了不同的后端实现数据库 默认使用的是duckdb加parquet 后端实现 当然其他的还包括 sqlite mysql postgreSQL都是可以的 因此呢 这就是它的底层的数据库 使用了哪些选择 这里呢 也提到了duckdb 那么我想知道哪个类实现了 这个duckdb的支持 我也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的提问中 看看它能够给到我一些什么指引 它告诉我是duckdb 这个类就是实现了 对duckdb的支持 所在的模块呢 是Chroma db db duckdb 这就是我们可以如何基于一个 GitHub的代码仓库来做 余地化的索应 实现一个聊天机器人 那么基于代码仓库中的代码文档 为知识库来进行问语答 帮助我们能够以一个更自然的方式来 探索代码仓库 学习代码 学习文档 那同学们如果觉得 有兴趣呢 也可以自己尝试来构建一下 通过利用deep leak 来实现数据集的存储 并基于deep leak数据集呢 来做问答 蓝权框架呢 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框架层面的支持 接口的支持 很轻松的就能够对接deep leak数据集 来实行问语答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同学们感兴趣呢 那也欢迎将这个代码 克隆到自己的环境当中 来尝试一下 跑一跑 看看究竟在语意化的问答中 对代码的学习是否能够更加高效 那还是说在ID环境中 我们自己来看 更加符合自己的学习习惯 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和反馈呢 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中与我们交流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好 同学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